腿是人体第二心脏,帮助血液流动,延缓衰老。 在中医专家看来,在我们的身体上,腿健康的重要性早已超过了它本身的支撑作用,甚至可以称为人体的第二个心脏。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戴金刚博士解释说,人体血液运行包括动脉和静脉,动脉运行,心脏推动作用最重要,对静脉来说,肌肉收缩产生的压力是血流动力之一,腿部静脉回流,就主要靠小腿肌肉收缩。 在金刚,北京中医医药大学东直门推拿疼痛科主任,刘长信教授表示,把小腿照顾好,就等于在身体下部加了一个梦,可助心脏疑壁之力,高血压,高血脂,糖尿病等多种病症,都可以在腿上找到点。 中国,腿是交通药道,是疾病反应区,中国中医科学院养生专家,教授杨利指出,人体50%的神经,血管,血液都在双腿,小腿上还分布着60多个穴位。 足三阳经,足三阴经,这六条重要经络,一同小腿经过,是人体重要的交通药道,维护着气血的伤心下行,很多疾病都会反应在小腿上,比如,小腿抽筋可能和缺盖有关,中章说明脏肤有病,发疗意味着体质虚寒等,即时发现症状,利于早期防治疾病。 杨利教授,英国,全文研究发现,腿越强健,老性肝炫越年轻,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,腿部肌肉越强,大脑越健康,由专家克莱尔施特费斯率领的团队跟踪研究十年发现,在324对女性中老年双胞胎中,腿部肌肉较强的一个,十年后的认知能力更好,老退化更少, 以往针对动物的研究也显示,断裂肌肉能释放促进神经细胞生长的激素。 有不少国家的研究都说明,腿部强健与心脏、腰椎、嘎脏、肾脏等重要器官的健康密切相关。 经常锻炼腿部,能强化全身组织器官的血流动力,改善射工,预防脑中风、关心病,腰椎肩排突出老花炎的多种病症。 人老腿先老,出现八个症状要警惕,人老腿先知。 腿部的衰老,一场很早就可能表现出来,如果出现以下情况,就要引起注意了。 一,腿脚没有原先灵变了,这是衰老的最早特征。 40岁后,很多人感到腿脚不灵活,稍微独走点路,就像腿上灌满签,发酸发胀,上楼梯也越来越费劲,没爬几层就气喘吁吁,二感点火就腰酸腿疼。 特别是中年女性,只要站的时间一长,就会觉得要刷腿疼,咳嗽时,腿还会出现放射性疼痛,如果小腿肚出现压痛更要注意,说明肠妹已经开始罢工了。 三,走路变慢,不知不觉中,不速越来越慢,偶尔走快点,会觉得腿脚不停使花,过后会连续刷痛好多天,甚至出现肌肉萎缩的情况。 四,爽腿一侧发凉,即使夏天,也总感到小腿肚凉嗽嗽的,有时还觉得从臀部开始,到脚后跟,中间一条线都凉凉的,这可能是血液循环不畅道成的,也可能和腰椎肩盘并变有关。 五,抽筋次数增夺,如果不是在运动后或因为受凉癌而抽筋,那就要注意了,这可能是骨质疏松的表现,有些人还会出现足根疼痛,也必须引起注意。 六,肿胀,血液循环不好,静脉血刷会导致腿胀,同时这也是心脑血管病,或肾脏疾病患者常有的症状。 七,静脉曲张,女性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,二十岁后就有可能发生。 一旦腿上的血管突然非常清晰,弯弯曲曲像蛇一样,说明腿部血管出现了老损。 八,宽膝关节疼痛,几乎所有关节都会随着年纪更大而变得脆弱。 特别是宽膝这两处关节,如果你发现在下楼梯,蹲下或跳跃时出现不适,甚至腿部有摩擦摩损,卡住动不了的感觉,说明关节已经及时保护了。 护腿一个字,抬,大脑,心,肝,肾都能照顾到,梁力教授表示,腿就像人体的承重桥,包括站立,走路在内的任何运动,都离不开腿肌肉的收缩,把腿的肌肉断裂强让了,才能保证腿的健康,防止疾病的侵扰。 断练腿部肌肉,只用这一个字就够了,抬,站着可以向前后,向两边抬,躺着可以向上抬,侧卧可以向上侧抬,趴着可以向后抬。 不同的抬腿方法,都能锻炼到大小腿的肌肉,同时还能够用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,滋养到心脏,大脑,肝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